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一组第三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比赛的主席张艺兴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有请双方变手入席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 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VAR技术有让足球运动变得更美好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人民 人文 人本 未知人 民主 民权 民生 未知名 得诗 大楼 大气 未知大 博学 圣思 笃行 未知学 正方一辩 陈子昂 正方二辩 唐子纯 正方三辩 张宇卓 正方四辩 赵海若 携我方三位辩友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问候大家晚上好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 来自东吴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VAR技术没有让足球运动变得更美好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 郑小珍 反方二辩 赖兹玄 反方三辩 蔡昌玄 反方四辩 刘晴玄 仅代表东吴大学 郑研社 问候各位 在认识了双方辩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胡建彪先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一组第三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慈一环节 有请郑方一辩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好 足球运动是当代风靡全球的竞技运动 在这个竞技的场域里 运动员可以在规则的保护下 尽情为梦想和荣誉而战 这种竞技的纯粹性与对抗的激烈性 一同构成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 而这也是足球之所以美好的关键 反之 20年前韩国队以破坏规则为代价 偷懒了世界杯四强的高光战绩 我们却只会感到愤怒和不耻 而足球史上多次因为裁判的失误 导致胜负易手 也让无数人感到惋惜和痛心 就其根本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美好足球的拿图 那就是期待它的结局更加干净纯粹 更多的由球员在境地上的客观表现来决定 事实上 VR的引入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VR又称视频助理裁判 及内容场上多机位的高精度跟踪拍摄 实现视频快速回放 从而帮助主裁判做出正确判法决定 需要注意的是 VR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并且当时仅当在涉及红牌 进球点球 判罚对象错误等重大判罚时才介入 打个比方 主裁判还比法官 而VR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法官在关键的判断上 获得最准确的证据 我方认为VR技术的引入 让足球运动更美好 有主项 第一 VR为主裁判提供了更全面 更真实的信息作为判罚依据 有效提高了判罚的准确性 让规则得到更透明准确的执行 足球的特点是场力大 球员多 对抗性强 裁判需要时刻关注和处理的 信心量极大 但人力终究是有限的 总会有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地方 比如18年世界杯 韩国对政瑞典的时候 韩国球员在禁区内 放倒了对手 却未被判罚 而这时VR发现了 这个主裁的政后判 才使瑞典得到应得的点球 直接决定了瑞典1.0获胜 在那一年世界杯中 VR的介入导致判罚证券率 达到接近完美的99.3% 从原来大致 20次裁判就一次判错 降低到100次都没有一次判错 比利时武人大学统计也显示 在13个国家的2195场比赛中 VR都带来了判罚准确性的显著提升 正如国际总维主席 英凡蒂诺所说 比赛的胜利不应该由裁判的错文来主宰 我们可以接受既不如人输掉比赛 但无法接受自己争刀 争相拼来的胜利 因为裁判的失误而丢掉 所以更准确的判法 让足球运动更美好 第二 VR提供了多机会 多角度的监督 减少了球员恶意犯规的空间 让足球运动变得更加干净 在过往的球赛中 裁判事业的局限性 导致了部分球员他心怀侥幸心理 上演了诸如假摔 故意拉扯等诸多闹剧 比如在西甲 普超中超都曾有过球员假摔后 去偷瞄裁判的反应 英里年世界杯决赛 荷兰的球员甚至飞踹对手的胸口 却逃过了裁判的红牌 然而VR引入之后 这一切都无处遁形 一旦有争议行为出现 全方位的回放就是铁证如山 于是球员就不敢有 肆意妄为的事情了 北京山大学研究了 中超近年来的480场比赛 发现VR的引入 带来了阅位跟犯规的显著下降 英超主裁奥利福在采访中也表示 因为大家很小心自己的动作 自己小动作会被发现 所以在禁区内的拉扯动作 在引入VR之后 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可见VR进化了球赏环境 让足球运动能够更回归 纯粹实力的较量 让足球运动更美好 我们当然期待足球运动 呈现的是一场英雄的战斗 而不是一场小丑表演 以上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有请反方四辩 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 谢谢主席各位好 都没有您好 可以确定一下 您方今天就是想要追求 符合规则的公平 对吧 对我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不可以保证在一个竞技场上 由球员来决定自己的客观表现 来决定自己的结果 那我想确定一下 您方觉得误判越少越美好 那为什么现在的规则不要让裁判可以使用在每一个犯规的时机 是用VAR 为什么要限制它的启动的一些程序 我知道您方想攻击的是公平是唯一价值 我方从来没有说公平是唯一价值 可是它是核心价值 而且在我方的视角下它没有带来实质上的严重的避害 所以这是一个最小的避害 最小代价跟最大收益的一个权衡 但我想好奇的是 你方想追求公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为什么今天使用VAR 明明你在每一个争议都使用可以更公平 为什么您方觉得现在的90提拔不够 而应该要往上升 至少在我们当下讨论的语境是当下VAR的应用吧 那这个应用我方觉得它只应用于重大判罚 而没有造成实际上的一个比赛的影响 我方觉得在追求绝对公平的时候 你好像也没有要这样子做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方不是说有一个公平的标准 而是说你能够减少错判误判 很多你看不到东西竟然能够看到了 当然是更好的 而在这个时候推进过程中 我们发现VAR的引入 它至少在目前来讲 目前的应用当中没有带来任何比较大的避害 但确实带来重大判罚的更正 那这一点这个比较之下 减少误判更好 可是每个地方都使用VAR 不就超级好 不就是宁方最想要的世界 可是宁方不愿意告诉我你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回过头来宁方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原本的95%是一个不够的标准 那我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 宁方觉得足球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靠的是什么 不是说不够的标准 先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足球凭什么成为世界第一大运动 因为它竞技的一个纯粹性可以感染大家 对嘛 所以足球成为第一大运动 不是因为足球特别公平 而是因为足球特别精彩 所以接下来我来问你 为什么你觉得在足球里面 公平的排序必然比精彩重要 不对 是因为它精彩而言于公平 原理是 比如说我们打表演赛 这个时候这个结果不重要 我在跟你讨论的是序位的问题 你竟然知道足球跟别的比赛 不一样的地方来自于它特别精彩 所以宁方不能直接告诉我说 公平是必然必须要优先于精彩的 不是我方不是这个意思 好那你说 我方觉得即使在宁方视角下讲的精彩 我们作为竞技运动的精彩 跟我们看马戏团表演的精彩是不一样的 竞技运动的精彩 那个胜负的比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东西是足球运动 做一个竞技运动的精彩 跟一个马戏团的精彩是不一样的 后续我方会举证 当你在追求更绝对精准的时候 会牺牲掉精彩 而我已经从你的答辩知道 足球里面精彩的序位 必然比公平更重要 我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问你问题 你觉得VR这么精准 现在其实VR提出了意见之后 主审是可以拒绝看的对吧 当然啊 那为什么呢 你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主审 坚持自己的判决 他不去看 你的评价你是觉得相信他 还是你会觉得他这样做不好 这个可能得看那个场上的那个情况 因为我不太懂那个情况怎么样 怎么看呢 VR不是超精准 为什么你可以觉得他不用看 同学有跟你讲是这样的 因为VR提供的是一个证据 所以我方觉得如果这个时候 那个VR跟你说这个东西 你需要去看 看证据是不是比不看证据更好 是啊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主审 他拒绝了VR的要求的时候 你觉得你要鼓励他 还是阻止他 坦白讲 我方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就是 在大部分时候 我方尽量的鼓励你去看 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可能有他自己看的 完全听不懂什么是有些情况 你讲明确一点 就 我方觉得VR介入的时候 我方是觉得说这个时候 我们尽量的去相信说 尽量去聆听这个意见 你尽量去听 谢谢 所以您方评价美好 你就会希望裁判 原本他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法 可是在你的世界底下 你希望他回去多看一点VR 这是双方的差异 那我接下来问你 您方举了那个数据上的不公平 您方说提升了那个误判的 减少误判的%数 您方可以告诉我 那个数据怎么算的吗 数据什么算什么意思 就是您方怎么去判断说有VR之后的 误判比例而下降 那个计算方法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Viva自己提出来的呀 那您方知道 Viva他在计算的时候 其实是他以VR最终的结果为标准答案 他去看了你改判之后 符合VR 所以他判断你的判法是正确的 所以至此 为什么VR的判法一定正确 您方怎么证明 等等我方还有其他数据哦 比如说比例时文文大学 我不要听别的 你跟我讲刚刚Viva那份资料 呃 Viva那份资料就是 你去查看了那个 你去查看了那个结果之后 你比对了更 你去参考了更准确的证据之后 你得出了更准确的结论啊 我的意思就是 Viva那个是 他已经给了你标准答案 而裁判看了之后发现 诶我真的看错了 所以我改判为跟VR一样的答案 所以你是求援监裁判 VR的判断 我方来跟你证明 他的判断不一定正确 不对 我可以解释一下 好 我先举证 2022年英超在48个VR判决中 VR推翻了6起原本裁判 正确的判决哦 所以在这个部分 是没有算进 您方的数据里面的对吧 谢谢 所以你承认了是不是 那个VR有可能判错 很幸福 所以有个客观标准在那里 不管如果没有客观标准 怎么会有您方讲 VR判错呢 对吧 我在检验的是 你的那个判断标准 并不一定等于VR必然准确 因为VR一开始的判断 也有可能推翻了 原本裁判的判法 对 当然是更准确嘛 那我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 2022年世界被乌拉圭 在禁区被绊倒之后 裁判看了VR后 却不给 不判法点球 另外呢 也有些裁判 他会在某些时候 拒看VR 拒看VR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 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误判 坦白讲 拒看这一点 您方不能证成您方的一个更 但是如果说他看了的话 我没在证 我在检验你的公平 你的世界底下追求公平 可是主审 他如果A队的时候我介入 B队不介入 这种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公平 我方觉得如果裁判 他要吹黑哨的话 这个东西跟VR没关 什么意思啊 你要追求更公平 我在检验的是 VR的裁判也有权利 在某些时候使用 某些时候不使用 当他决定使用跟不使用的时候 本身也会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 我知道 因为你偏向性的时候 那就是吹黑哨 那就不一样了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13分27秒 反方时间所剩 12分49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一环节 各位好 足球不是一个界限明确 双方不愿雷池一步的比赛 相反的 足球操作难度大 肢体接触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足球时 难免会看到许多小动作 一下拉衣服 一下用手挡 实际上足神也不会吹停每个动作 这就是足球比赛中 赋予运动员合法冲撞的权利 什么时候是合法冲撞 什么时候是恶意的 都交给足神的新政判断 所以与其说足球是在追求 黑白分明的绝对公平 不如说它是在追求 对双方平等的相对公平 就像世界杯决赛后 法国人不满阿根廷进球后 有两位替补球员冲入赛场 足神的回答就很简单 这不影响比赛的进行 不用吹罚 如果是在法庭确实犯规了 法官应该都要没收进球 可是对于评审来说 进球后的庆祝 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吹苗球痴 只是破坏了比赛的可看性与激情 而激情和可看性 恰好就是足球的可看之处 遗憾的是 当VR技术用机密的仪器来检视 人为的赛事时 就会大大破坏足球的可看性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 VR介入会破坏比赛的流畅 一旦VR重播时会让比赛因此停滞 统计英超的290次介入后发现 平均每次要花掉75秒 甚至已经有强达数分钟的案例 这一两分钟看似短暂 但在球场上瞬息万变 像是以前被认为是 以弱胜强的战术 反手仿击 其实就是要在 攻守的空档中 用速度撕开对方的 双方的防线 这种仅需要6秒就能 进球的精彩瞬间 却因为VR的介入失去了施展空间 对老球迷来说 一个审判晚吹两三秒 就已经代表这裁判不合格了 打断数分钟的VR 当然难以接受 就算不打断比赛 VR的延迟判决 也会扼杀掉许多精彩 赛场上常有一些精彩的进球 因为一分半钱的争议性判决 被判无效 不仅浪费体能 球员跟球迷的庆祝也变得很可笑 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球迷 在进球后不敢庆祝了 所以访问英超的球迷 有近七成的人认为球赛 因为VR而被中断变得不好看 更有近九成的人 不同意这项技术 有更让人享受足球 第二VR过度刁砖 减损的观赏性 VR过于精细的执行规则 但在足球场上规则 应该是要为比赛 可看性服务的 比如说越位 它的本质是要制造 可攻可守的平衡局面 避免大脚长传后 只要突破守门员 就能得分的现象 但VR的检验 让脚趾鼻子等这些部位 都要被算作越位 使得进攻球员 明明没有得力 还要受到处罚 教练大师慕尼林耀 就批评VR的出现后 让球员们变成了胆小鬼 比赛策略变得十分的保守 不仅影响进攻VR 也影响了防守 有了VR后 英超的罚球增加了三倍 18年的世界杯 点球的次数 也比前一届增加了16次 但实际上罚球 就是一个进球率 超过八成的射门游戏 没有战术 没有盘带跟抢断 胜利最后只会看 双方谁被抓出来 毛病更多 只会让足球离观赏性 越走越远 正常所述VR讲究绝对公平 但却也让足球 没有流畅也没了激情 最后只会让人选择转谈 没有更美好 谢谢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 进行质询一环节 好 谢谢 对方朋友你好 你好 我想先问一下 今天我们是基于现状讨论 对不对 当然 对 那现状下 是怎么使用VR的呢 现状底下有四种情况 可以去使用VR 分别是去判断进球是否有效 裁判是不是应该要判12码点球 或者是是否构成黄牌 或者裁判有一个错 对 所以我们今天是基于现状讨论 之所以局限于这四种重大判法 是因为它们特别重要 然后又没有带来很大的弊端 所以你方不要再跟我聊黄牌的问题了 没关系 我接下来往下问 我接下来往下问 第二个问题 宁方也提到了说 足球是一个界限不明确的运动 对吧 那在VR介入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是有主裁判来判呢 对啊 在主裁底下还是会有 VR世界底下有 可是VR会给主裁判压力 因为VR被开出来之后 大家都要去检视那个裁判的判决 裁判又怎么判的跟VR不一样 其实是有压力 没问题 我接着往下问的就是 既然你也提到是主裁来决定这个判法 那VR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VR的作用 VR的作用就是提供证据给裁判看 但这个证据绝对的影响了裁判的判决 对 特别好 是提供证据 那你既然觉得这个证据不要影响裁判的判决 那我想继续问的是 在裁判没有看VR之前 他看到是什么证据啊 什么意思 您方是说 我方意思很简单 就是在裁判没有看VR之间 他会有很多没有看清和漏看的部分 这个时候他做出判决机遇的事实是错误的 我方这个VR的用法很简单 就是给他提供正确的事实 没有在宣并夺主 也没有做出裁判 那我接着往下问第三个问题 你方觉得什么样的足球运动是丑陋的呀 什么 不好意思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丑陋 因为我们讨论美好嘛 美好的反应词是丑陋 那你觉得什么样足球运动是丑陋的 足球变成丑陋 或者是大家变得爱手爱脚 现在才足球赛里面 我们喜欢看的就是大家的碰撞啊 比如说像韩日世界杯好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很不美好的足球运动 你觉得为什么韩日世界杯不美好呀 因为它有黑哨 可是黑哨的案例在临放视点底下也不能解决 所以我方其实听不出来VR为什么 你用黑哨的案例来问我 听不出来为什么会更好 我知道我方没有想用VR解决黑哨 我只是想问黑哨为什么不美好呢 黑哨为什么不美好 因为大家没有在想 黑哨为什么不美好 就是它在游戏规则下 它没有变得更好 但是我方不理解 女方今天用VR来跟我说 我是在简直你的逻辑 你觉得黑哨不美好 为什么黑哨不美好 是因为它没有好好的执行规则 女方世界底下还不行 我方理解 可是在女方世界底下 我方也没有觉得它变得更好 而且现况底下 就已经有95%的准确力 女方的那4%真的反映在黑哨 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上吗 我方其实不太知道 我方的4%的增加 是增加在四大重要判法里面 所以它非常重要 每一次都很关键呀 女方的资料没有上网 我们算的就是四大重要判法 你自己说VR只介入四大重要判法 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所以往下讲 没有执行好规则不美好 那如果今天我方可以论证 VR的介入 可以让规则得到更良好的执行 我方是否可以得着美好呀 不行 我方觉得不美好的事情 你用一个不美好的东西去做 一样是不美好的 除了女方想追求的公平 还有其他的部分也是我们想看的 我知道你还有其他的部分 我只是说在这一点上 我方美好 如果论证可以得证了 我再接着往下问 女方觉得场上偷描 恶意犯规美好吗 偷描 恶意犯规当然是不美好的 对 那如果今天我方可以论证VR 接入可以让恶意犯规变少 我方是否可以在这一块美好上也得证呢 女方还没有证 而且我方觉得VR 到底能不能实际解决 女方还没有进行说明 是这样 我方一遍搞 包括后续会举出很多假 衰点小的例子会证明这件事情 那我最后来看 女方讲的那些美好的点好了 女方觉得流畅很美好 是不是不要中断 是的没有错 对 那不吹判罚最流畅 是不是也会让比较更美好 为什么还要吹判罚呢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有没有可以选择 VR技术就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情 如果女方想说 她在一般判决过程中 裁判两到三秒之间的判决 我方觉得OK 可是你的VR技术拖太久了 一个判决要一到两分钟 这样子的中断 对于球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不论是他们的体能身上 还是他们的感受上 都会有落差 可是如果你吹了一个判罚 他也要中断比赛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觉得可以吹了 可不可以选择跟时间长短 对 VR也是要尽可能的 越少打断比赛越好 我只是在说 你看你平时在用 平时在吹判罚的时候 也会中断比赛 这个时候你方好像又不敢承认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流畅性和精彩执行这件事情 也要建立在 规则被良好执行的基础之上 才能去谈论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0分38秒 反方时间所剩9分42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好 谢谢 在开始前首先要 开始前首先要解释 对方两个误区 第一个是数据层面的误区 对方说是在VR使用过程中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大家看一下对面举了什么数据 那个数据我方也看到了 在英超 对今年英超 进行的独立小组的复合里面 发现42次介入中 有6次提供了错误的意见 那请问剩下36次干了什么 纠正了误判呀 纠正了错误的判法呀 这36次放以前就是实打实的误判 现在被纠正了 就是实打实的得力呀 所以确实VR理由过程中 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最开始VR理由中超时候 甚至出现过 那个VR裁判拿那个白纸划线 那个确实当时有很多争议 但后来发现使用的越来越好 各个联赛都在使用的越来越好 不断进步 到现在引入半自动越位系统 到今年出现越来越多 更加纠正误判的好的判决 只有今年为什么 今天的误判率变得更加低 只会达到99%以上 所以第二个误区 你方说是选择性介入的问题 这里你方对VR运作机制不太理解 很多时候VR绝大多数的检视 是无声无息 他不打断比赛 他在检视完后 发现没有问题 都会告诉裁判 比赛继续就可以了 裁判不会吹停比赛 而如果有问题 VR才要告诉裁判 这里可能有问题 你可能要考虑要不要吹停 所以没有问题的地方 当然不需要吹停 这时候在你方看来 就好像变成了选择性介入 确实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介入 这不叫选择性介入 好 解释完这个 回头来看 我们双方今天争执的是什么 你方说 我方要精彩 你方要公平 不对啊 我方要公平 你方要精彩 不对啊 公平本身就是精彩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你一个比赛都不公平了 还怎么保证它的精彩呢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再往前一步 是因为我们看到 在以往的状况下 还出现了大量的 重大的误判漏判 这些事没法被解决 VR为什么要引进 国内昨天就是考虑到这些事情 像兰帕德的门线悬案 像各种各样 像各种各样 场上的小动作 打人行为 裁判不能够完全看到 这些行为 让比赛变得非常不精彩 所以才要引入这件事情啊 所以你方 拉这个对立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那回到你方现在说的 你方觉得 这里面你方举了两个 最主要的 对比赛的影响 第一个说服就是停滞 可问题是 你方举了一次停滞 大概一次检视 大概会花75秒 可问题是 鲁温大学研究里面 你方也看到了 总共他对 总共他对20个国家 五百这档比赛调查 发现整个平均时间 场均会影响90秒左右 场上有补水 有换人 有各种各样 都会影响时间的事情 这在场上是很正常的 只要它是必要的 是应当的 就是应该做的 而今天对于 重大误判这些事情 为什么这不是必要的呢 一个这样的重大误判 你以前没有VR的时候 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是球员围着裁判 要说法啊 一样要很长时间啊 现在是裁判 听着VR告诉我 给给我准确的意见 球员就可以继续比赛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间花的为什么不值 相当值得 所以第二个 你放举的常理是 防守反击会出问题 在这四类使用程序下 哪有什么防守反击啊 怕了红牌 重大误判 重大判牌 这个时候比他早就吹停了 怎么还会有防守反击 你这个 错了 你放这个条件也不成立 那最后 你放这种 无非就是说 球迷不太满意 可问题是 你放英国球迷协会调查里面 70%的球迷也承认 要继续使用 只是应当改进 他没有否定VR的说法 而且外国还有研究证明 这些原因 网友是因为 主队球迷心情不太爽 因为以前 主场上会比较明显 现在VR更加公平了 所以他们觉得 主队没有获利 他们比较不爽 这是外国研究 对这个的解释 所以你放现在 既无法证明VR 你放现在 既无法否认VR 带来实际的效益 举说避害 我放看到 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甚至我放觉得 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放觉得 使用VR 让比赛更加公平 让足球更加美好 谢谢 感谢正方二边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队友你好 第一个问题 我先确定有VR 跟没有VR时代的差别 以前没有VR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 我进球 有没有越位 边才应该要马上 这个举棋确认 对不对 对 是的 那现在有VR 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VR要介入 需要一些时间 他可能晚个两三秒 四五秒 才确认他有没有越位 对不对 其实你发现 这样的进攻 更加流畅了 因为以前边才 觉得可能不准 会打断一次 本来越位的进攻 现在边才会倾向于 没关系 我先确定 你也同意 其实现在的VR 他需要花一点时间 来判决 不是马上的催判 那我先确认 有这个差别就好 我往下再问 这个您方 攻击选择性 介入的问题 您方说 这个VR 没有问题对吧 我方说的是 他带来的问题很小 他的收益是很大的 没问题 我跟你举证 在英超联赛中 利物浦跟热刺的比赛 在裁判的导演下 热刺多次犯规 却未得到 和利物浦相同的惩罚 数次关键时刻 VR消失 这份实证 你怎么解释 在后续的复合中 如果他发现 这个判案本身 就没有问题 所以后续没有提醒 你不要跟我谈复合 我先确定 在VR介入的时候 他会选择性介入 对某队介入 对某队不介入 我方否认 这个选择性介入 我觉得没有介入 可能是 我有实证 你有没有相抗 你要在后承认 这是个误判 你没有证据证明 这是个误判 是你觉得他错了 我没觉得他错 没关系 我先确定 他会选择性介入 谢谢 实在没听明白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 7分11秒 反方时间所剩 8分36秒 下面有请 反方二变 进行陈词二环节 谢谢主席 各位好 今天比赛 其实分两个标的 来去讨论 一个是公平 一个是精彩 那在公平的部分 也是分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裁判的力有未打 一个叫裁判的见钱眼开 首先在力有未打的部分 本来的准确率 裁判自己看 就已经达到了95% 他方引用了VAR之后 在数据上 好像达到了99% 没有错 可是我们也举出了 相抗资料告诉大家 在48次进球里面 有6次其实是错判的 再来我们看 而且重点是 在这个判断VAR 有没有 在判断准确率的事情 已经先预设VAR是对的了 我们才去做 这个准确率判决 首先这已经有疑虑 再来看非数据的部分 在这48次的判决之中 还有6次是我们觉得 应该好像VAR要介入 可是没有介入的 那这个部分的误判 这个部分的不公平 也没有算入他方 对于准确性的数据 所以在裁判 力有未打这件事情上 我方并不认为 他方可以达到 很大程度的 解决误判这件事情 再来在见钱眼开的部分 他方其实在 一边的答辩 已经告诉我们了 其实在黑哨的地方 他方一边 花了很多时间去陈述 可是他方一边自己说 他们觉得也没有办法 解决黑哨 但反而VR会导致什么问题 是裁判的倾向性判决 比如说在2022年的 英超的比赛统计里面 我们就看见 VR有6次的反转判决 都有利于同一队 利物普队 而有4次的判决 反转都不利于 慢程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公平这件事上 他方未必有完成 他的论证 再来是在精彩的地方 他方一直告诉我方说 他觉得这个比赛的 比赛有进行下去 我们有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流畅 第二个在战术 第三个我想谈观众 首先在流畅的地方 他方觉得只打断了一点点时间 他觉得有其他的东西 可是我方也觉得 在这个世界底下 我们没有觉得 在桥原受伤等等 这些必要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要暂停 可是在提升那一点点 不太确定 有没有真的是 合理的时候 我们并不认为 这个暂停是应该的 而且哈方的那一个 对于越位的 很精准的判决 也让这一个反手反击的战术消失 越位有在VR的判决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在VR很精细的抓越位的时候 就会导致比如说 又或者说VR很细致的去检视 他在球员在进区内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球员 他的代球变得很保守 过去大家讨论配合 过去大家想要传球 但现在变成个人的突破 变成大家反手就好 所以其实这在战术上 也是影响了 整个比赛的观赏性 再来最后在观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不断地打断 不断地影响到战术的情况底下 会有67%的球迷 他不喜欢VR 甚至有87%的球迷 他都觉得VR让这比赛变得不美好 所以以上我方认为 他方没有完成他的论证效益 而VR技术没有让足球运动 没有更美好 以上谢谢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对吧你好 你好 您方觉得精彩和公平是相对概念吗 什么意思啊 我方觉得 他们是一对相互的互斥的概念吗 我方觉得不一定互斥啊 那对啊 所以不精彩 不公平的比赛 他有排斥的部分 为什么您方要觉得 在您方的判断下 你我双方是精彩和公平的区别 我方不理解 我方问你啊 您方第一个弊端很大 叫流畅性 那换人你换不换 换人可以换呢 为什么 因为换人是对于整个球员在场上 比如说他的体力不足 你觉得他值得 那为什么VR不值得 因为我告诉你 原本的VR的判决 原本裁判的判决已经很准了 我听不太出来 你这个4%的书生 4%事关红牌 点球 是否进球 不重要 对方便 我方资料可以告诉您方 很多时候他判的只是体毛级的月位 就是您方要 可是如果只是月位 VR不会介入 是月位是否涉及进球 他才会介入 月位是否涉及进球 不重要 我方觉得 如果你因为一点点细微的月位 所以取消这一颗进球 我方觉得不应该 如果裁判的肉眼就看得出来的进球 所以月位进球也可以 是您方的态度 我方觉得这个是 有没有用VR的问题啊 我方觉得在过去裁判主观判断就已经足够啊 反而是您方用了VR之后 让战术大量 问题就是您方所倡导的裁判主观判断 产生了很多错判漏判的问题 不然我方的4%是从哪上升的呢 所以流畅性您方并没有证到 他为什么不值得 我方告诉您的是 关键节点的判法 对比赛是一种认真负责 对球员来讲 很重要 很值得 第二件事情您方讲庆祝 有让球员不庆祝的论证是 比如说你们就可以看今年2022世界杯 在很多时候球员祭球之后 所以阿根廷得冠的时候 阿根廷球员一瞬间分成了三批四亿狂欢庆祝 没看到你的情况解释一下 对方便哦 您方就只看了冠军赛啊 可是看了前面很多场比赛的 对 你告诉我谁在哪一场比赛进了球不庆祝 好 比如说就在 在图尼西亚对战法国的时候 在法国进球的时候 他的庆祝就相对滞后 又或者是图尼西亚在进球之后 他的庆祝中 没问题 所以按照正方的态度 如果我这个进球有问题 我应该肆意庆祝去骗裁判 是这个意思吗 好 我方讲的事情是 你不可以把公平这件事跟 观赏性跟球员庆祝混在一起谈吧 我今天谈的是 是你在混在一起谈 你觉得庆祝很重要 可是我告诉你的是 不当得利 犯规的进球就不该庆祝 你觉得该庆祝的理由是 我觉得庆祝这件事情 它绑着的不是不当得利 它绑着的是延迟判决 如果你马上判下去 就没有说进球之后 它还可以去想说 我这颗球可不可以庆祝一下 的这个问题啊 是宁方的世界底下 很严重的延迟判决 它可能需要倒带到过去 一分钟去看说 它刚刚是不是越位了 才会导致现在的球员 核心问题在于值不值得 我发现你讲了 如果是涉及重要判罚 我觉得它对比赛结果 至关重要 它值得 可是宁方对于不值得理由 我没有听到 我再接着请教你标准的问题 1850年之前 场上只有主裁 没有边裁 后来加入了两个边裁 你赞同吗 我觉得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边裁 它也是及时判决啊 边裁多了两双眼睛 它也需要和主裁 去交流沟通 哎 你刚刚那个判错了 应该听我的 这个矛盾你解不解释 它可以直接举旗啊 就是我不知道 滞后在哪边 而且它的滞后 也没有像VR一样 如果你真的看球 你会知道 边裁的判罚也会犹豫 也有之后 我方不明白 区别在哪里 那你方可以举证吗 我方告诉你的事情就是 边裁的引入 也是在拓展主裁的视野 这件事情 你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机器 你不能接受 我方就已经说了 因为机器它的判决 可能已经判到 比如说一个肩膀 或者是鼻尖 像印钞里面 它有30颗进球 有20颗被吹掉 就是因为所谓的 一窝鼻子的跃位 才让这颗进球都没有 我方没有觉得 为什么这些球 不该被吹掉 这是你的 要证的事情 因为跃位 它技术一开始 它是为了防止球员 所以你要改跃位 这个规则 没有啊 我只是告诉你 跃位规则的本质 是这个样子 跃位规则合不合理 你觉得 跃位的规则 本身它设定在那边 没有错 可是当今天你 规则设定没错 执行为什么有错 因为今天我们觉得 足球运动这件事情 它终究还是 人在场上进行运动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保留 人在足球场上 又或者是 裁判在足球场上 那一个 那个主观的 它的主要 它可以决定的事情 而不是用 所谓的VAR科技 来去细致的检视说 你的肩膀是不是 突出一点点了 那也不符合足球的 我让你说过很久 可是我还是没有听到 为什么 规则是对的 你也赞同 那执行规则 反而是错的 您放之后解释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胜 4分24秒 反方时间所胜 5分52秒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 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派一名 教练上场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3分钟 接下来进行 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 各位好 第一个问题 VR的介入 会不会让比赛 更不公平 在前面 在数据上的准确率 是各有矩阵的 那往下来看 这个其实在一甲 他就 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这个 绝杀球的时候 因为VR的介入 没收了这个绝杀球 害那一队输了比赛 但是呢 后来我们去复合之后 发现呢 他其实这个VR 也是错判的 所以他VR 错判严重程度 会是让你从赢一场比赛 变输了一场比赛 所以他当然有不公平 然后往下再看 有没有这个倾向性的问题 对方便有始终没有回答 我们 那利物浦曼城的矩阵 他们在数据上 都看起来是有倾向性 某一队的 但是对方便有始终没有回答 那往下再看 这个VR介入 会不会让比赛更不精彩呢 其实对方恶变的时候 就已经承认了 防守反击这个战术 确实会消失 那防守反击这个战术 我方为什么觉得 他战术消失是一个问题 是因为 第一 他是一个弱队 可以扳倒强队的一个战术 那当你这种 足球比赛上的精彩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弱队怎么样去以下克上来克制强队 那当你这种战术消失的时候 那就只是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那就没有比赛的精彩 那或者是呢 这个VR的判决 也会因为这个你要介入 你要回去 影片要去看 所以你会晚两三秒 甚至是晚一分钟 那这样的打断在过往 你裁判没有立马举棋都有问题了 现在要晚那么多 当然也更有问题 也让比赛变得更破碎 更中断 就更不精彩 那最后是这个 比如说这方面有说换人 任意球 这件事情 其实它本来也就是为了精彩来服务的 为什么 因为你换人就可以让这个球员的体力变得更好 在踢球的时候速度更快 这个判断变得更精准 它就是为了让场上的对抗变得更好看 所以我们让他换人 那所以总结来说 这个足球规则 其实是为了精彩服务的 谢谢 感谢反方变手 有请正方三变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对没有 但凡真的看完哪怕是一场比赛 你也不会说出防守反击的战术在消失这种事情 在这种重大比赛里面 防守反击是非常有效 并且行之有效的战术 您方的核心的挑战 在于您方觉得这件事情不值得 可是为什么我方告诉你 值得是因为他都是在关键性的判罚 做出的干预 为什么这些涉及进球 红牌的点球这些 您方觉得不重要 是您方知道要解释的 04年亚洲杯的决赛 日本靠着手球进了中国队的一个球 在您方看来 裁判指使上吹也无所谓 不用VR 可是这就是让中国队失去了世界杯 亚洲杯冠军 您方觉得也不重要 无所谓 我方告诉你 18年世界杯两场比赛 瑞典如果没有靠VR 或者那个他本应得的点球 那种比赛 他就只能拿到一分 他就出不了线 而且您方看来也无所谓 那在您方看来足球里面 到底什么是有所谓的呢 是不是您方觉得 日本球员三战轩今天去救球 1.88毫米没有出界 差1.88毫米出界 没有出界 您方觉得这个也无所谓 只有1.88毫米 可是我告诉你的是 那个进球 那个1.88毫米如果没有出界 日本就获得了那个进球 日本就能够小组出现 实现他们多年以来 继续挺进16强 保持二楼墙的梦想 这也是所有的运动员 不让他去努力 靠自己的拼搏奋斗 就为了场上 哪怕您方觉得不值得 不重要的那1厘米 这是我觉得体育运动 奋斗的价值所在 这是您方觉得不值得 而我方觉得 这就是体育的意义 每一个进球 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身位 哪怕就1厘米 也要资助比较 而规则公平 是保证这场比赛 精彩的前提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2分45秒 反方时间所剩4分02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来 队众朋友 既然你觉得流畅性那么重要 那如果犯规一次吹停 也可能平均需要花几十秒的时间 你方是不是觉得 这也不要吹了 最流畅这样很美好 关于吹停的部分 我方有举证 其实您方说VR减少红黄牌 在实证上 2014年没使用的时候 跟2018年有使用的时候 根本没差别 所以您方不要告诉我说 规则这部分是您方的利益 我接下来问你 如果今天有了VR之后 判罚标准不一致 是不是一个问题 令物浦与热色比赛 在这个裁判的导演下 多次犯规的动作 明明两边都做一样 可是有人被介入 有人没介入 所以总体来说 为什么VR更公平 不是啊 一直都是看裁判的主观判断 之前裁判看这个球 要不要吹 现在裁判也要判断 这个球 要不要看VR 没有问题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的是不吹判罚 按您方来讲是最流畅的 因为吹判罚也会暂停 是不是会更美好 等一下 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在告诉你 都是主审决定 所以当主审有权利可以决定 我不在这时候发动VR的时候 为什么您方总体来说 是更公平 因为这就是主审 主裁判掌握证据之后 做出更合理的判罚的体现 您方觉得 使用VR没有区别 我方告诉你区别在哪里 2010年南非世界杯 红牌数量27张 2014年巴西世界杯 红牌数量17张 引入VR之后 18年变成4张 今年变成2张 今年变成2张 您方告诉我 这个抖降恶意犯规下降 为什么不是更好体现 原因是因为规则改变了 以前我在进区内 犯规是判红牌 可是现在我改成判黄牌 所以那个红牌的下降 不来自于VR的介入 而是来自于规则的改变 您方告诉我 你在数据上解决了一些误判 可是您也在另外一部分 倾向性的时候 导致了另外一种 不公平的样态 总体来说 为什么更公平 您在挑战我的足球常识 您告诉我哪个 关于红牌的规则改变 细节的部分 我方只能举说 有专家告诉我们说 确实规则的改变 才导致这一件 红牌的数量下降 那您方刚刚告诉我说 每一颗球都很重要 但是您方现在要告诉我说 主审可以决定 主审可以判决 主审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 我好奇的事情 是在他多次倾向性 判决的情况下 哪里合理哪里公平 每一场输到的比赛 对方的球员都会觉得 裁判你怎么缺制对方的球员 核心是你要证明 他在乱吹 你要证明他在误判 不然的话 你对这个规则的挑战 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用证明他在乱吹 在误判 我方就告诉你 VR有时相同的犯规 有时候介入 有时候不介入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这个有时候 完全是你方自己看的 你觉得那个时候 是个犯规 裁判没有吹 所以你觉得有问题 如果我看阿斯纳和热次的比赛 热次球员任何的动作 在我看来都像犯规 裁判不吹 我觉得都是黑哨 在球迷眼中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这个判断 除非你说裁判事后承认 他那场就吹黑哨 就是搞错了 那你可以这么说 你也没有这个证据 足球关于黄盘 规则改了 你也没有这个证据 那我问 三山薰救怀那个球 最后离底线只有 最后离边线只有 1.88毫米 你准备有哪个裁判的肉眼 去把它看出来 这个球你要怎么吹 你觉得在有VR的时候 裁判可以选择不看 球迷觉得没关系 那请问一下 没有VR的时候的误判 为什么球迷就突然觉得有关系 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啊 同样的判法 你被吹我没有被吹 这本身就是另外一种不公平 我没有听出来 你到底怎么解释 总体来说更公平 我来跟你讨论中断的例子 我方举证了 有一些中断会导致球员 被中断之后体能下降 命中率下降 发挥水平也下降 这些都不是数据上面 可以检释到的公平 总体来说怎么比 区别在于事实 以前没有VR 它没有事实 你想怎么议论怎么议论 可是现在有了VR之后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证据是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承认 你和阴谋论有什么区别 你方如此在意所谓的打断 我方告诉你 81%的球迷 同意 如果VR帮助裁判 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并不在乎比赛是否中断 你告诉我和换人 和中场休息 到底区别在哪里 帮助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就是告诉你 你那个以为正确的决定 实际上它有操作的空间 而现在跟以前差别在哪里 你方没有证明成功 至少在中断的部分 不管是在防守反击 你方说现在世界杯有 可是我方也举证研究发现 英超在实施之后 防守反击的次数慢慢减少 战术的减少 本来就不是仪器之间消失 它在慢慢减少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来 听到现在 对方一直没有在数据上 给出任何 说我们准确率 没有提高数据 所以数据这一块 我方是有论证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个例好了 我们来发现 2018年世界杯 瑞典打韩国那场 正是VR发现了主裁判 一开始没有发现了 韩国队的犯规 裁判了瑞典一个应得点球 你方觉得瑞典这个球不重要 说真的 在这种很明显的 超级大误判的时候 我方已经可以认同 确实可能VR 有可能可以解决 可是我在跟你讨论的是 额外的 宁方创造出来的不公平 可以创造出来的 可以创造出来被操控 所以我往下来跟宁方讨论 在宁方的世界底下 宁方一直不认同 VR会让战术变少 那我方这里举证 告诉宁方 因为VR的慢动作 导致裁判的判法 变得更加严格 导致每一个联赛 失去他本来的特色 比如说硬超看冲撞 比如说翼甲看防守 这些在宁方世界底下 都消失 宁方到底为什么 可以直接评价是值得的 对消失的论证 到底是什么 我方真的很好奇 可是宁方要论证的核心是 准确率真的得到了下降 可是宁方致死之后 论证在哪里 我方举证 在英超联赛里面 他去研究了两组 一组是观看正常的影片 一组是观看慢镜头的回放 结果发现 慢镜头回放的裁判 更倾向给予球员 做出红牌的惩罚 所以我们是证明了 VR的技术上面的介入 有可能导致 你的主观判法 会因此觉得更重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一种误判 不是 而是核心在于 宁方觉得 更正确的判法 就是更严厉的 可是问题在于 如果你没有看到 它是个犯规 就不犯规 我看到它是个犯规 它就是犯规 这当然更严厉 可是你要证明的是严厉 为什么不好 我在证明的是 你的判法标准不一致 因为在你的世界 几下的裁判 有可能我现在 相信我的判决 所以我判了红牌 可是今天我在判法 别对的时候 我调出慢动作 这个慢动作的影片 会让你放大了 它犯规的事实 所以有可能 它原本是红牌 可是因为慢动作 你判给了红 原本是黄牌 判给了红牌 这时候判法不一致 也是一种不公平 不对 判法所谓的不一致 是按照您方 也要尊重裁判的主观性 才会导致的 按照您方说法 只要有主裁 就会存在这个 所谓的判法不一致 你是不是要把主裁也取消 没有 是要谈相对的公平 在您方世界底下 我方就已经明确说了 VR会有指向性 您方要不要去理去说 这个指向性的问题 我没太听懂指向性在哪 以前是主裁 看当时自己的感觉 觉得这个球该吹 它就吹了 现在主裁可以有 清晰的事实 摆在他面前 当然最后的决定 还是由主裁来判断 你告诉我 增加的那部分 不公正性 或者别的东西在哪 它这个清晰的事实 是VR介入 有指向性之后的事实 也就是他觉得 两边犯规 他只看到一边 VR只提供一边犯规的证据 指向性指向何方 指向性指向真相 指向性指向事实 指向性指向正确 为什么不好 按照您方的观感里边 如果沙特没有靠VR 吹掉阿根廷那么多进球 阿根廷活该强队赢沙特 可是沙特就不能享受 他原本应得的胜利 全国放假一天 这部分也为什么 让足球更美好 而且您方也退了 您方退了很多点 说有一些地方 比如台湾看不到 那一定是我方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 您方觉得真力好太小 可是一个运动员 或者说一个变手 他努力了四年五年六年 最后终于有一场比赛 他可以靠他自己的实力 打出来的时候 居然被黑哨吹掉了 你跟我说 这个东西不重要 你方那么担心慢放 那你不用慢放不就行了 也有地方不用慢放 而且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调整 VR规则每年都在变 时间到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正方四变 好 谢谢 听到最后 我好像终于听懂 对方说那个指向性 啥意思啊 他好像是在说 有的时候 VR的那个视频助理裁判 会提醒 有的时候不会提醒 我明白 可是视频助理裁判 也是由主裁担任的 在VR的使用规则上 也明明 就是以前的主裁担任 不是有当时主裁担任 也明明白白写上了 只有在当值主裁 出现重大且清晰的 判罚的时候 才能介入 所以这个时候 也是由裁判来判断 这个地方要不要介入 它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 你方好像觉得 那个地方不用介入 可问题是 你方也不是裁判呀 你怎么知道 那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情况 有的介入 有的不介入呢 你方这样好像 真的有点阴谋论 所以往下讲 对方好像是在担心 人的因素消失 可是我们想回顾一下 1999年那场 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决赛 我们讨论一个 这样的变体 叫做足球比赛 引进电脑裁判 是力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力 当时可能大家也是 很警惕技术的引入 大家也是可能很担心 人的这个地位 是不是消失了呀 可我们会发现 自2010年 引入了门线技术 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拯救了 像兰帕德那样 他进了一颗球 可主才就偏偏没看到 这样的惨剧出现 我想兰帕德 如果知道的话 他应该会梦想 一定想在当年 他打那场比赛当中 有VR介入 这样才会拯救 他那一颗职业生涯 最重要 也可能是最后一颗进球 这个是我方说的 VR把更多的事实 摆在了主才面前 让主才真正地尊重 每一个球员 进的那颗球 和每一个球员的动作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追了两遍的 自由遍 宁方一直没有回应 就是如果不吹判法 最流畅 为什么宁方不愿意接受呢 是因为宁方也发现了 所谓的那个流畅性 和精彩性 是建立在 判法的准确和规则的 严格执行的基础之上呀 不然宁方 好像也不会回答说 我就不吹那个球了 所以我方讲的很简单 就是公平这件事 它是一个地基 它是所有一切价值的地基 如果你方跟我聊流畅 跟我聊精彩 跟我聊观赏性 都要先保证公平性 才能谈论接下来的事情 所以我方也举到了 在这一届事业杯当中 那个日本球员三战勋 我想他肯定 他肯定可以接受 我自己球技不如人 所以我输掉这场比赛 但他肯定接受不了的是 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我拼尽全力 抢到这个1.88毫米 却被对方说 你影响了我的流畅性 所以你这个1.88毫米不重要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三战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三战勋会觉得这场比赛好荒谬 足球这场比赛好荒谬 会失去意义 这也就是我方讲的 公平性的意义所在 他让每一个球员的球技 得到了真正应该得到的尊重 他也让每一个球员的 每一个动作 他的每一次拼抢 那个事实本身得到了尊重 这个是我方想换为的价值 谢谢 感谢正方辩手 有请反方四边 谢谢主席各位好 对方病友今天要我方证明 中断为什么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是他方说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值不值得 他的公平分成两种数据 第一种是我方想谈的 你以为的提升4% 可是背后你提升掉非常多 不同种类的公平 是你没办法算进数据里面的 而这个非数据可以计算的 分成几种 第一种叫做倾向性 对方病友告诉我说 这个叫做阴谋论 可是你仔细一想 过去没有VR的时候 球员跟球迷他们在愤怒什么 他不就在愤怒你有阴谋 为什么我的吹了你的 却没有吹吗 所以现在有了VR之后 主审他还是有权利说 我要不要接受VR给我的建议 我能不能选择不看 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有VR跟没有VR的情况底下 会变得更好 我没有听出来 所以在指向性的部分 我方有没有证明 其实有非常多 比如说今年那个迦纳 跟乌拉贵的例子 他们就非常愤怒说 为什么今天这次球迷没有吹 所以球迷也愤怒的过去砸了那个VR的萤幕 所以至此 我方不管从机理还是实证都告诉大家 你的这些指向性不一定有变得更好 第二个叫做慢动作 什么叫做慢动作 我方前面有举证 当今天裁判 他可以选择立即判罚 他也可以选择掉慢动作出来看 可是同样一个行为 你立即判罚跟慢动作掉出来 你的判断的标准会变得不一致 因为你的慢动作 它会放大你犯规的这些摆动的动作 会让你觉得它更严重 所以同样一个动作 有可能立即判罚是黄牌 可是你看了慢动作之后 你的心理影响会让你觉得它特别严重 变成红牌 所以这个时候的判罚不一致 也是另外一种数据上面 你看不出来的不公平 所以两层不公平 在数据上面 非数据上面 对方要比较 接下来我们来看数据上面 他说解决了4%的公平 我们来看这4%公平长什么样子 对方说那种明确的手球误判 我方认 那种确实是反方世界底下抓不到的 可是4% 有没有另外一种样态 是我方讲的体毛级月位 英超吹判的30颗 30颗这个判法吹掉的这个球里面 有20颗是来自于体毛级月位 为什么我方要解释体毛级月位 虽然规则这样子定 可是它不代表我们要抓得这么细 原因来自于对方觉得 规则好像是就是要告诉裁判 你必须要完全遵守规则 可是规则有没有另外一种功用 是在告诉观众说 其实现在裁判这样子判是为什么 他其实是在给观众一个解释 我们来看为什么规则不用完全遵守 比如说在足球里面 我方有前面有告诉大家 足球是一个很高度模糊 它给裁判有非常多心正空间 我方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里面有合法冲撞 什么叫合法冲撞 比如说里面它有说 什么叫得意 就是你要判断它到底对哪一方有益 这些本身就是这些裁判里面 心正的空间 所以自此 为什么过去要有这个月位的规则 的原因来自于 我们要避免有些人超出一米 他有得意的行为 可是今天超出半个脚掌 怎么了 他不也避免了原本越位 我们要规避的大脚传球 而让这个比赛 变得不精彩这件事情吗 所以你在规则一开始设立的时候 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不懂为什么 宁方世界底下要抓得这么细 对方一直告诉我 抓一些类比 告诉我说 那边才要不要啊 或者是多几个裁判要不要 要的原因来自于 人眼看不到这些体毛级越位 人眼可以判罚到的是 确实你超过一米 你就是有得意的这种判罚 这是反方觉得应该要抓的 所以回过头来 反方今天要说的是什么 反方今天要说的是 今天如果裁判在抓得非常细的时候 你会让很多有风格的比赛 因此而消失 比如说阴甲 阴超它是比较 在乎对抗性的 比如说翼甲 它可能比较严谨 可是在你的VR 掉出来之后 一翻两瞪眼 所有的防守 都有可能被你的VR 抓到的时候 足球就失去了 它原本的精彩性 二方最后要谈的是 今天 宁方抓得这么细 就是在把比赛的权力交去给这些裁判 裁判今天要判罚 你就被判点球 裁判今天不抓 你可能就可以继续活动 但是这个足球的主角 就已经不在这个球员身上了 而反方世界底下 我们把这个球员 不要让他中断 让他踢好他的比赛 才是真正把这个球赛 还给了这些球员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变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 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 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胡建彪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景毅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万华明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2比1 正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双方变手退席 有请各位评审 一步台上 就座于所投印象票的一方 有请 现在有请各位评审 给出所投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景毅先生 非常艰难的投票 我在这一印象票投给谁 这件事情上非常艰难 首先这肯定是一场 2比1的比赛 我先说 为什么投得非常艰难呢 就是反方有两个地方 做的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一头一尾 就是理论开出的点 有我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截变的过程中 有我很喜欢的东西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 就是你们最好的东西啊 没有在过程中体现出来 就是我就很纠结 后来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投给正方 原因我下来细细讲 我就说首先啊 反方开出的论点啊 有一个我很好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啊 就是说这个战术的改变 和战术的缩限这个层面 这个点我很喜欢 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们四辩后面 结辩中用的那个词 其实是更准确的 它不应该是战术的缩限 我觉得是风格的缩限 就是如果你要讲战术 你会发现 你讲战术的部分 在中间被正方怼了以后 可能大家平时不太看球 对于战术改变这件事情 不太理解 所以你被正方怼了以后 你很难去做出 很好的解释 比如说你们中间 用的举的例子是叫 防守反击战术的消失 那正方怼你一句 弱队打强队 不打防守反击 打什么呀 然后你看 这里就停在这了 尬在这里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 四边用那个词更准确 风格会被缩限 这个风格会被缩限 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们教练给你们讲过 但是你们可能 因为平常看球少 或者怎么样 没概念 就是在一切的动作 都被视频捕捉和放大 并且回看的情况下 很多力量型的球队 很多以防守的凶悍 为风格的球队 可能今后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的动作 都会被放大的时候 我这种风格就很容易吃到 红盘 很容易被判罚点球 很容易怎么样 这叫风格 这个不叫战术 很多时候这是风格的问题 你想想你们选用这个 防守反击战术的消失 这一件事情 选的这个点不太好 如果你们讲更多风格的区别 你比如说 你要硬要讲战术 你可以讲 因为现在在禁区内 是吧 在禁区内对脚下犯规的捕捉 更加的严厉了 对于身体拉拽的犯规 更加严厉了 今后还会不会有人 老是起高球呢 因为裁判对于起高球的打法 冲调式的打法 在空中的对抗 往往抓得不严 但是对脚下的接触 往往抓得很严 你要讲战术啊 你讲这个 可能我们都更好理解一点 你们讲了一个防守反击 这个被对正方怼了以后 就很难进一步往下去解释 这是我觉得 理论中很好的一点 也是我觉得后面可惜的一点 第二个我觉得 理论中开出的点很好的 就是你们讲 模糊地带 截便讲得很好 但是过程中又消失了 截便讲得很好 模糊地带 这里 而且这个东西啊 是正方一个问题啊 刚好是能够做个 很直接的回应的 正方中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正方问的是 既然我能够更加准确 我为什么不追求这种更加的准确呢 其实就是你们四遍说的 足球这项运动 它专门留下了很多模糊的空间 虽然规则是既定的 但它给了很多模糊的空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关于这个东西会不会导致精彩性下降的问题啊 比如某一个范围 开场一分钟 一个红点套餐 就是按照规则的严格来运用的话 可以判红盘 但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场比赛在开场一分钟之后 就会陷入什么 人多打人少 对吧 那人少的这边就不可避免的会选择什么 龟缩防守 那人多的这边就变成半场攻防 那这种情况下 以前我们评价一个裁判的 判罚艺术是否高超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时候裁判很可能是什么 他只判点球 不判红牌 这就保证了后面89分钟的比赛 还具备精彩的可能 咱们不是说一定罚下 人多打人少 就一定不精彩啊 但是如果开场就出现这种局面 后面的精彩程度 很大概率会下降 这就是裁判控场的艺术 而这个模糊地带 原本裁判是有自主权的 但是为什么 那你们可能会说 为什么VR介入了 他没这个自主权了呢 因为当VR介入了之后 大家就会去抠那个 你太精准了 大家就去抠那个死细节 抠出来之后 这个裁判要背负多大的压力 才能在这个时候选择控场 所以这样的比赛 确实如你们所说 更公平了 但是真的会更精彩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点啊 真的就只有在反方的四遍总结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讲了 讲清楚了 前面提过 但是中间就消失了 非常遗憾的部分 这是我觉得 那 这就涉及很多 如果你们如果贯彻的是 把这两点贯彻下来 正方很多的攻击 反方是可以轻松化解的 比如正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攻击 问你 他问你这个 为什么呢 那按照你的说法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犯规 我们都不吹了 不是最流畅吗 他是不是问你这样的问题 在中间还问过几次 其实我觉得反方 对这个问题很好回击 为什么呢 你们有这个准备的呀 这就是 公平的作用的比重应该是多少 如果按你们那个说法 所有犯规都不吹 那叫绝对不公平 对吧 那是0%的问题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就像你们说 它是个地基 它是地基 我要有基本的保障 但是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 VR借助是什么 是你们也承认的 95%到99%的问题 这4%的增进 它所占的比重 和比赛的精彩比起来 可能不是你们说的 那种情况了 对不对 那换言之 我就可以认为 这所谓的4%的更加精准 只不过是用机器 强行填补了 规则专门留给裁判的 模糊地带 模糊地带 不是一定要把它填死 才是最好的事情 很多东西模糊地带 恰恰是智慧的设置 我觉得如果说 你反方把这个东西 作为你中间 比较重要的点 我觉得是可以 回击掉正方很多的攻击的 但是你们 就我不太清楚 可能确实队员不太看球 所以很多东西 就没有真正的贯彻下来 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双方 正方没听清楚 反方一个论点 反方告诉你说 我这个防守反击 打不出来 就正方跟反方纠缠了很久 双方其实都没懂 反方说的什么意思 反方自己队员 我觉得也没懂 你们教练跟你说 这个点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正方在反方的禁区内 出现了一个疑似犯规 球权归了反方了 反方这时候 按照正常 他应该进行反击吧 那他在反击的过程中 打到前场 视频VR裁判提醒 刚刚在禁区内有一个犯规 疑似的犯规 裁判怎么办 回去 吹停比赛 回去看录像 那吹停比赛 回去看录像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真是犯规 那倒没话说了 如果真是一个犯规 那就给你个点球就完了 但如果不是犯规呢 看完VR之后 裁判说 这不是个犯规 那你是不是就把对方的一次反击机会给破坏了 这还不是最复杂的情况 你说我可以等到死球再看 那会不会场上有十分钟大家都是活球 没出现死球 你不吹 然后十分钟之后 回来看一个十分钟之前的犯规 球迷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你是不是白白浪费了厂商球员十分钟的对抗和体能 第三种更复杂 这个反击过来 裁判觉得活球 我不叫停 我等死球了 我再去看回放 然后他进球了 反击这方进了个球 然后你这时候又回去看回放 你说我觉得这是个点球 那一月的最复杂局面出现了 你要先吹掉反击方的进球 然后再说我还要给你一个点球 所以你看不论你怎么设置这个回放的节点 是不是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他的精彩程度 或者是你会让球员变得无所适从 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到底推不推这个反击 我到底推不推这个反击 对吧 就包括我们后面说的很多 比如说进球了我到底清楚不清楚 就很多这样的问题出现 但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的同学们平常不太看 这种场景的描述没有 没有 那没有了我们这个东西 我只能想到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我不能纳入到你的 你的得意之中去 这是一种 那还有一些 就比如说 我觉得反方很可惜是 有很多可以回击的部分 反方没有反应 就比如说正方讲 说兰帕德这个例子 当然前面没讲 我说类似举个小例子 比如兰帕德这个例子 就是兰帕德这个例子 我承认他确实不公平 我承认他 因为那个球明显过线了 我承认他确实不公平 但是 所有人回应那场比赛的时候 会觉得那场比赛不精彩吗 他不公平 但他同样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所以说你看你们讲的 不公平的东西一定不精彩 其实在很多场合 很多比赛中是不成立的 就比如说马拉多大上帝之手 他肯定不公平 但是他有人说这场比赛不精彩吗 好像没有 对不对 你们反复问的话 说不公平了还怎么精彩 其实这就是不公平但很精彩 但是大家因为对比赛 对球赛可能平常不太看 就是很难去把这两个维度的区别 去切分出来 甚至有些话不敢说 可能我觉得反方有点畏首畏尾的 就是不敢说不公平也有精彩 也精彩 不公平的东西也可以精彩 不敢说这句话 那其实对于很多比赛的时候 不公平的精彩比赛多了 那有的比赛像我说的 如果开场一分钟就少打一个人 他公平 但是他没法精彩 但是反方很多时候就感觉 有一点畏惧 可能因为觉得 可能我不太看球 我也不太懂球 所以我不敢下这样的结论 说这样的死话 那反而就让我们觉得 让我觉得你的态度就很莫能两可 你到底的这个态度是什么 就会在我这里产生很大的疑问 所以最后我抉择再三 我把票投在这里 但是我一定是一个2比1的票型 因为这场比赛 说实话正方打的 我个人觉得也不好 很多东西也是没说清楚的 所以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景毅先生 下面有请万华明先生 有请 大家好 这是这个小组最后一场了 所以说我也是尽快交代 那这场比赛呢 我的感觉是 这场比赛比起这个小组 前面两场比赛呢 攻防呢 以及很多的论点呢 较为凌乱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最后这场比赛 在这个小组中 因为前两场比赛的成绩 已经这场比赛 已经不涉及晋级 所以双方 本来我觉得双方 可能也许能够更加放开 但是其实没想到呢 就是也许 可能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比较入门级别的 这个足球观众 所以说可能 对于很多的细节啊 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以至于在场上呢 真的让你放飞自我吧 可能打的呢 也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的精彩 不过不要紧了 我觉得我还是尽量交代 为什么这场比赛 我最后的这个印象票呢 会落在正方这边 正方这场比赛 我觉得论点呢 也是一开始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依然呢 讲的是这个裁判的错误啊 就是说 就是讲到的是说 因为场地大 球员多 你要去这个控制这些 整个控制全局 这对于裁判来讲 太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呢 有这个VAR呢 是可以帮助裁判 去解决一些 他能力 力所不能及的 一些这个观察 和这个掌控的 一些职责 然后正方也一开始讲到 有四种状况 你们呢 觉得这四种状况呢 是可以用VAR的 而且VAR呢 他没有这个决定权 他只有建议权 那建议之后呢 依然由主裁判来进行 这个论点呢 然后也我觉得 也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常规的论点 然后你们举出了 这个韩国和瑞典的 一场比赛 说到这个因为VAR 所以说 改让这场比赛呢 回归到了 他应有的这个结果 那第二个部分呢 正方讲的是 侥幸心理 就是说是 如果没有VAR 那么裁判呢 他有他的风格 或者说他有他的 这个能力的局限 那么呢 就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会 有一些运动员 就可能会去 做一些小动作 就是希望让裁判 看不到的情况 放下呢 做一些小动作 OK 第二个点 其实后面呢 讲的比较少 但是前面论点的时候呢 我是有听到 那反方呢 我觉得呢 我和景老师 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就是反方的论点呢 我是觉得到了结变的 也是觉得到了结变的时候 有一些概念呢 说的会清楚一点 但是在比赛过程中啊 我感觉反方 比较 很多时候呢 是用很多零散的 一些细节式的攻防 然后呢 跟正方呢 进行边线的 或者说是在一个一个 单点上的交锋 这些交锋 虽然呢 有的成功 有的不那么成功 但是呢 因为呢 我觉得就是跟反方 一开始在立论中 想提到的观点呢 对这个观点的服务程度呢 其实在中场 整场比赛中间 特别是中间到 下半场之前呢 我觉得效果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反方在立论的时候 说到就是说 足球比赛 其实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例如说是 本身在足球比赛中 只有合理冲撞 这种这件事情 所以说 但是你如果说是去 犯规的去冲撞别人 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此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定 合法 合理的冲撞 和这个犯规的冲撞呢 那裁判这个地方 它其实追求 绝对的公平 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追求的 是相对的公平 那这个时候 反方就开始说 这个有激情啊 这个对于这个足球比赛来讲呢 绝对的公平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像激情啊 可看性啊 包括观众的庆祝啊 这些其实很重要 而这个VR技术呢 它其实呢 是会有一些问题 问题就体现在 这个影响比赛 不那么流畅 然后呢 有的时候浪费 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间等等 然后呢 甚至呢 后面呢 反方其实提出了一个点 这个点呢 叫做这个叫做VR的 就是裁判呢 因为中间双方聊到黑哨 就是反方就说 黑哨的问题 其实不是VR能解决的 因为如果说 它真的有VR 那么它就算是 它对一边它使用 对另外一边不使用 那它依然可能会是黑哨 就是反方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 我也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可能站在正方的角度 的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说 一个裁判 他在场上 他可以对于一队进行 进行吹 用他自己的判断来判罚 对于另外一队呢 使用VR 但是这种状况下 它究竟是属于 这个裁判 因为到了这种状况 它就叫做黑哨 还是说这个裁判 到这种状况 是因为两边的情况 其实不一定完全类似 或者说 它就算是完全类似的 那么 它可能有一个裁判 就是看清楚了 有一个裁判 就是没看清楚 所以说呢 它需要在一边使用VR 所以这种说法吧 虽然我觉得 的确反方告诉我说 VR不能解决黑哨 我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呢 黑哨这个点呢 它算不算是 正方的VR技术呢 要处理 或者说它必须论证成功 才能够过关的点呢 我觉得黑哨 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 顶多只是说 VR对黑哨 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呢 那VR对于其他的 这些情况 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呢 双方可能还要 再接着往下去讲 好 那么我觉得 反方在这个地方呢 的确是有一些 各种各样 很细致的说法 正方呢 是有去进行 一些处理的 例如像是 数据上 反方有说到 这个有多少的人 不喜欢VR 有多少人觉得 他对这个 对他不美好 但是呢 正方也说呢 可是这些人 他们一样 大很多人 他们依然觉得呢 稍微改进一点 或者说留着他呢 还是有必要的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正方呢 反方呢 也有讲到呢 像这个 有的时候呢 这种比赛呢 他会不精彩 就是因为这个 VR让比赛中断 但不精彩 当然这个 我觉得正方也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足球比赛的精彩 和这个马戏团的 比赛的 马戏表演的精彩 是不一样的概念 就像 这个就像 马戏表演 你看这个表演 非常的精彩 这个狮子跳过了火圈 你觉得不错 对吧 哪怕这只狮子 是经过什么样的训练 或者这个火圈 是个什么样的火圈 没那么重要 对吧 关键是 狮子跳过了火圈 但是足球比赛呢 可能 它的精彩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是倾注了 它一定的情感的 而这个情感的背后 那一定是 它这个进球 是有意义的 它 而有意义 为什么有意义呢 因为它是一个公平的 或者说是凭借实力 公平的竞争 而进行的进球 我觉得正方大致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种精彩呢 它其实 也要建立在 一定程度上的 公平的这个角度上 这一点呢 我觉得因为 反方也后面 没有再去讲 那这个精彩 究竟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反方讲的精彩 可能是指的是 比赛有连贯性啊 或者说是这个比赛呢 它能够 大家的情绪 能够更好的 尽快的这个释放 但正方说呢 那我们也得有一些 保障大家 对于这场比赛的 就是某种程度上的 一种信赖感 然后呢 因此呢 它也是我们精彩的来源 所以精彩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双方也都有 自己相应的说法 那正方对反方 我觉得也有一些挑战 就像是 首先一个呢 是在一些细节上的 一个确定上 例如像月位 它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我们都用VA 只有跟进球有关的月位 才用VA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 去了解它 去把它弄得更清楚 越好 越清楚越好呢 反方的态度 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吃力 就是说 因为正方这个地方 涉及到了进球 在跟进球有关的月位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弄清楚 究竟有没有相应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正方是有相对的 稍微的说 说的较为清楚的 然后呢 正方也有呢 去进一步的去问反方 那有一些逻辑上 互相套用的 就像是 那你今天认为 边才应不应该有 因为主裁判 原本是自己看 那么1850年 加了边才 或者说是 主裁判 他边才也会让比赛 中断 也可能让对这个比赛 造成一些问题 甚至呢 在没有VAR的时候 没有VAR的时候 这个叫做 你主裁判判了 那你球员可能不听 或者他不信 那不信 他就会上来跟你要说法 而要说法的时候 比赛也会中断 那其实 好像听起来 在这种状况下 比赛依然也是 有可能被中断的 即使我没有用VAR 所以说呢 感觉好像 这样往下聊 比赛中断这件事情呢 又不太像是 有了VAR 一定会很严重的事情 或者说 没有VAR的时候 比赛也许有可能会中断 OK 这个地方 反方其实有个说法 说的是 今天反方运用了 边才 其实主要是因为 边才他毕竟是人 他对于这个问 他对于这个 他不会看到那种 所谓的这种体毛月位 那一种状态 所以说他是人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 当然我知道 这个地方有难度 但是呢 在标准的制定上 我其实也是 有一点好奇 就是如果说 反方的态度是 只是说接受 今天跟所有人的 这个 判法就是能够 接受的 我觉得有一些 其实场上没聊到的 例如像 打个比方 像这个边线的 这种技术 像其实现在的 那个足球的进球 它不是靠人来看的 它是裁判所 会戴个手表 这个手表呢 它会震动 那它为什么会震动呢 因为你的球里 没有感应器 这个球呢 它跟球门 一旦它越过那个位置 裁判就算没看到 它的手表 都会有一个 都会震动 然后呢 那裁判就知道 它进球了 或者甚至 裁判如果看到了 觉得它似乎进球了 可是呢 这个呢 它又没有 但是如果它手表没震 那它就会说 可能没有进 就像我记得 有一个 前段时间 也是世界杯期间 有个短视频 讲C罗的 就是说 好像有一回 这个裁判 这个C罗觉得进球了 裁判觉得没进 然后C罗就跑去问裁判 然后裁判就指着 手表说没震 然后C罗还跑上去 凑上去 看说 你的手表 还真的是正常工作吗 有没有坏掉 就是蛮可爱的 一个小视频 但是 其实是说 除了这种VR技术 现在也有很多 这样的技术 运用在体育中 运用在这个足球比赛中 当然 这一类的技术呢 它其实 这个技术 我觉得跟VR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它没有 它没有去中断比 它不去中断比赛 因为毕竟 你过了就是过了 没过就是没过嘛 对不对 它不中断比赛 那当然 这里也会涉及到 裁判要不要 全然地相信 那个震动的手表 有感应的手表 以及 如果相信 那么它究竟在反方的态度中 这种技术 它算是人的 还算是 这个叫做 它算是跟人比较像的 还算是跟VR比较像的 当然这个场上没聊到 所以说 跟我这边呢 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说呢 我有一点点好奇 就是说 因为大家 相信双方打这个题目 准备这个题目 也准备了很久 而且呢 正反方都打过 那么 能不能就是 今天 如果说我们希望 让这个足球运动更好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 VR有一些问题 那么 这个具体的 这个标准的切分 究竟应该切在 人 还是 人和技术之间 还是其实 切在别的地方 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 当然这个问题 我觉得 只是我自己的一个 好奇和疑问 那 整场比赛呢 到这个地方 我的感觉就是呢 其实跟我前面 两场比赛 都有一个类似的感觉 因为 反方如果在 很多细节的地方啊 都是跟正方进行 就是说是 这边说有 那边说没有 这边说这个 那边说你这边 也不一定公平啊 但我说我这边 就是有一些 很具体的案例 很具体的数据 你要解决啊 那边说95就够了 这边说不行啊 我要更多啊 我这边有一些 是关键性的问题啊 然后以及就是 究竟是会不会 再接着反过来打 会不会 浪费 会不会这个 让比赛中断 会不会让这个 大家的这个情感 怎么样 那么如果都是 这些散点 那么我必须说 正方的论证 是相较容易的 因为毕竟 正方正在这场比赛中 他想举出 VR的好处 想举出VR 在现实中被认可的 这些事例 想举出 这个足球比赛中 原本就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 这个 其他的判决的规则 导致这个比赛呢 中断 或者导致一些 其他的情况 这是相较比较容易的 所以前面这些部分 我个人呢 也就会相较 为倾向于正方 因为我觉得 反方的进攻 并没有撼动到 正方的这些 就是在事实层面上的 VR他的技术的 有效性的论证 但是我也能够接受 就是说是 反方有一个点 我觉得截变是有讲到的 就是说 这个还是也是 这个模糊性的部分 当然 我觉得模糊性的部分呢 他说他结合 反方在一开始 讲了这个合理冲撞 在我看来 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任何的游戏 任何的比赛 或者甚至任何的 这个评价过程中 我们都会建立一些标准 这些标准就如反方所说 它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 来达到我们这一类活动的目的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无限上纲的 去严格的 去执行这些标准 最后我们这个目的 会被解构的 什么意思呢 这就像是 这就像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 打个比方 我们每个人 作为一个裁判 我来评双方的辩论比赛 我一定会有一些 我自己评价辩论比赛的标准 你们看我的那个评判量表 或者我几年前的那个 长文判准 里面肯定有一些 我觉得什么样的辩论 是好辩论 什么样的辩论 不是很好 很好的辩论 但是如果每条标准 我都把它做出具体的判决 并且把这个判决进行量化 意思就是说 你语速说到多少个字 我就不接受了 多少个字我可以接受 多少个字我又不接受了 或者说是 你类比达到什么程度 我就不接受了 达到什么程度 我又接受了 甚至 一个最常问的问题 视力类比和 视力推论和数据 你最接受哪一个 如果我能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说到哪个程度 并且我严格地执行 那其实大家想得我的票 套公式就好了 对不对 那就其实跟辩论的关系 就不太大了 事实上我觉得 反方是有这个意思的 就是足球比赛 或者说是像这种 足球这个运动 我们有很多的规则 它的目的是为了 保障我们这个运动 能够更好地传达 我们想用通过这个运动 达到的那一些竞技的精神 就像越位的是为了 让你不要去 不要去恶意地 去这个一群人 手在那个 对定境区那边等着 对吧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是 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体毛越位的这个技术 那么其实 你也没有真正达到 这个目的 因为你花了更多的力气 去纠正那一些 无足轻重的越位 我觉得反方 是有这个意思的 但是我也同样认同 这个意思呢 需要裁判联系自身的 各方面的经历 或者各方面 或者对于体育的认知 进行很多的脑补 才能够感知得到 并且这个意思 如果说要完整地贯彻 还需要更多的阐述 例如说在中间的过程中 怎么样告诉我们 对足球比赛 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达到 某种程度的 那种让球员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比赛呢 不要太那个 你正常比赛就好 至于很多细节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无限上纲 他反而是毁掉比赛 我觉得反方是 中间得有一些 类似这样的动作的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呢 是这个部分 在比赛中场呢 是没有很好的去贯彻 所以呢 整场看下来呢 我觉得反方的论点 对我来讲呢 是比正方的 要有趣一些 特别 但是呢 在中间因为呢 攻防非常的 比较的零散 而这些零散的攻防呢 又没有对正方的 较为直观的 这些论述呢 产生比较有效的撼动 那我的印象票呢 会微弱的 偏向在正方这边 好 谢谢 感谢万华明先生 下面有请 胡建彪先生 有请 谢谢 我这一票 其实倾向性 还挺明显 是在反方的 在我梳理我的战局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辩手 分享一下 其实在辩论的过程中 越是时间长的辩论 环节多的辩论 交锋碎的辩论 我们越需要有一个战略动作 就是要有人上来梳理战局 简单来说 就三件事情 其实 从刚才到现在 我们说的是啥 第二件事 其实 从刚才到现在 对方说的是啥 以及第三件事 其实 从刚才到现在 我俩真的 争议的争 真的是啥 因为辩论 在它长时间过去的时候 很多观点都会被丢出来 而且不只是你方的观点 不只是对方的观点 还可能中间有自家 对有神经病 丢出来一些相关 不相关的观点 讲的过程中 还有所谓的评刺问题 不重要的观点 可能被你家的辩手 一再强调 听感上 好像变成了主要的观点 不重要的冲突 好像变成了主要的冲突 更要命的是 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 它分成好多个时间段 零碎出场 这次就麻烦了 它麻烦的地方会在哪呢 因为作为评审 我们最后 尤其是我这种 与论证责任完成度 来判的评审 我一定要解读 你全篇的试图 论证的框架是什么 不然我不会知道 你的论证责任 到底是啥 那这是你 如果本身所说的东西 是成碎片状的存在 我又要按论证责任 来判的话 那我就一定要帮你梳理啊 那我就只有 听你场上的表达评刺 语言的态势 是在什么语境之下提出来的 揣摩你其实在说啥 那就变成两边的诠释 就留有评委的主观心证 很大的空间 这也是我今天和两位 我的评审同僚 我觉得有分歧的关键 因为解读上很不一样 好 我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听到的占据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结果 我这一票呢 我是发现 正方想要达成的论证终点 被动摇了 它叠加了一层论证责任上来 变成正方想正成的终点 变成了不一定 反方这一边想主张的利好呢 没有完整被推翻 它有点可以正成 那正方这一边的不一定 是怎么达到这个战略效果的呢 可能是一场意外 我现在说说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 正方提出来的 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整体上有了VAR之后 会更公平 所以更精彩 它里头切分出来 是两个层面的更公平 第一个 误判的问题 第二个 各种阴险小动作的问题 都可以被得到抵消 严格上来说 反方想推的点 在这个支点中的第一点 是比较对冲的 但是正方因为它整个核心 要推论的重点 是在于更公平 那只要反方能够正得 未必更公平的情况下 正方就麻烦了 而反方只要提出这个挑战 哪怕他没有办法说 他是不公平的 对正方而言 这是你们的论证责任 你得解开它 可是我完全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们没有提前去解开它 我们看看反方是怎么做到 这件事情的 首先第一 它有一个底层逻辑 是零碎交锋中被提出来的 四遍提出来的比较多 他说的是 我们今天要看 有用VR和没用VR的情况下 我们做对比看看嘛 一 二 既然是主裁来判 那我们现在看看 依然是由主裁来操作这个VR 对不对 可以啊 然后他就列出了 有几种 可能我们现在没看到的不公平面相 他甚至很坦白地在四遍的时候就说出来 可看不可看的 未知的 但是anyhow 我收到了这种可能性 而且他事实上是有case来说明这件事情的 然后这个所谓的主裁有可能滥用 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 主裁依然有可能滥用的这个点是几时提出来的呢 反方三变 在他那个极短的自循环节中提了一次 反方三变 在他那个不太长的小节环节中 倾向性使用的概念再提一次 自由变的过程中 用了另外一个词 叫做指向性 在自由变中后段提了一次 最终在四遍的长论述中 串起来完整地说了一段 我说实话 这个概念在前面交锋的时候 我不太懂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我不太改道 但是后来四遍一串起来 我大概改道了 他说在这个主裁依然是现在主要使用者 而且有可能有意 用正方的讲法叫有阴谋论 有阴谋论 倾向性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会有 比如说我倾向看或不看 那和过去没差 我不看不就完了吗 而且我选择性不看 可能还有一些问题 选择看的情况之下 还有可能因为我选择看了慢动作 我出现了更严重的判法 就是之前我们说慢动作加重的事情 正方确实有一层反驳 说的是那就是犯规 那只是犯重或者犯轻的问题 可是来到反方四遍的论述的时候 他直接把黄牌变红牌 这也是一种不公平 所以反方这一边 成功丢出了有好几种新的不公平 不强 但是他就留下了一个疑斗 你怎么比 OK 这是一 二 对于整体更公平这个 反方还有一条线来进行挑战 他说的是 其实没必要要到那么公平 整个论述 我说实话 他的表述 在我这里的判断是不够清晰的 他大概讲的是 足球比赛要达到的那一种公平 VAR技术不能做到 VAR只能给我们看到画面具体的这个判法 可是他没有办法判断局势 整个战局在推演的过程中 比如说得意方的这个概念 他一定是按照战局来判 而不是看你具体越过哪个位置 来决定公平与否的 VAR一旦进来 那整个战局以战事的判断 就会受到干扰 所以你那一种 就是按照以画真位 就是那么具体到那个程度的那一种公平 在反方这里他提出了挑战 他说没必要 这个在我这里判断 也是正方应该要承担的论重责任 可是我不得不说 这个点 他提出的那个反方交锋 其实很随性 就是他丢点攻防的过程 就是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那一种 变成说他的重点 其实每一次打一下闪一下 打一下闪一下 正方是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气口 来帮他串联来反驳 以至于这个点 在反方事变整体串起来之前 在我的评审当中 他都不够明确的 没有反方事变最后那一段 整长串的解读 对我来说 还没有那么明显构成 正方这里的论证责任的缺失 可是在反方事变说完出来之后 你可能就会问了 这不是事变最后丢的点吗 他又不是 因为他事变重新解读了之后 我看我的纸上 对呀 他有提过呀 那就头痛了 那留给正方回首的时间就少了 所以在这里我的判断是 所以我说是一场意外 你知道吗 在我这里就是 因为你们没人梳理啊 然后 所以正方在这里 就变成是有动摇的了 反方呢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整场对激情的论述 我没有听到正方有太多的挑战 反方这里建构了一个全新 对不起啊 不是全新 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 关于足球运动的认知世界 足球是为着精彩剧烈而生 它要的就是那一种程度的剧烈碰撞 激情才是核心 也因为如此 他下边提出来的那个风格 风格或战术其实对我来说一样 你战术可不可采用 不是决定你的风格吗 你惯心采用哪一种战术多了 就自然而然形成一种风格 所以在我这里没有切得太明确 反而简单来说就是 让所有的这一些队伍 他的打法变得一致 让队员本身变得胆怯 那激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嘛 这一段正方有挑战吗 有 但是我的判断上是 没有挑战成功 反方的整体论述依然stance 战术风格哪怕少了 但是他这边依然有 比如说球队变得比较胆怯这件事情 依然能够支撑 他的激情被受影响的这个点 所以 反方以及 我觉得没有太完整论述 也没有太多详实的刻画 或者论证的情况之下 这个点在我这里是因为没受挑战 是战术了 那两边一对比 我就感觉就是 正方最核心的不公平是受挑战的 反方最核心的激情受影响 我觉得依然能够成立 所以我的票 就投给了反方 所以最后 我再提醒各位变手 请梳理暂举 不然你的胜负 很大程度上 就是交给评审了 谢谢 感谢胡建彪先生 请问各位评审 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工作人员递上商讨票 有请三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再次感谢三位评审 有请一步台下就座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变手 他是来自反方代表队的四辩 刘晴轩同学 恭喜您 下面 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一组第三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胡建彪先生投给了反方 景毅先生投给了正方 万华明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2比1 第三轮商讨票 胡建彪先生投给了反方 景毅先生投给了反方 万华明先生投给了正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1比2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5票比反方4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给本场比赛的8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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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